路特丹港和维多利亚港 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港口 每天都有无数的船只 是交汇而过 但是摇格两岸的一对夫妻 大半生却始终圆间一面 这段延绵了63年的婚姻 是天长地久还是有份无缘呢 荷兰从来就说不上是个浪漫的国家 但是却孕育出一个 等待了半个世纪的爱情故事 林杜伟他们两夫妻都没有来看你 你要小心点 眼睛张大了看清楚 我自己是怎么样对他 怎么样求你帮他 你还记不记得啊 哎 这个人呢 他可不是想着说看你在不在 他不是来探望你的 你是不是老乌涂不知道了 就这样吧 每次来到林叔的坟前读队 都是林婶和丈夫 予语思语 闲话家常的时间 他花上了一生去等待 无非是为了这一刻 拥有一个能朝夕相对 真正属于自己的丈夫 对于林婶来说 许佩给一位漂泊他乡的丈夫 命中注定要以他自己的一生 写成一首中国女性的哀歌 还记不记得你是几岁的时候定情的 几岁的时候啊 现在都已经不太记得了 就是没人没人拿生成八字来对的时候 那时候你几岁 那个时候我十八岁啊 定情之后呢 你过了多久才过门呢 隔了十年到二十八岁的时候 这十年之内他连一次都没回来 没有 又隔了多少年之后 你才见他第二次面啊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四十九岁 见到第一次 到了六十五岁我就来这儿了 我们今天见到的林婶 虽然已经是九十岁的老人 但是他一生就是在等待爱情中度过 由许佩到结婚等了十年 从结婚见到丈夫第一面又等了二十年 从见面都可以长相厮守 又要再等十八年 六十三年的婚姻 左十年又十年 足足等了四十八年 费尽青春等回来的 已经不再是当年的青春梦里人 我第一次看到他 他就这样了 一九七七年 我来到这儿的时候 他就已经这么老了 我很少跟他拍合照 为什么 不好意思跟他拍合照嘛 虽然合照不多 但是回忆长存 这一切就从七十二年前 他十八岁开始 当年他生于务农之家 绑家人种田维持生计 而南方家较为富裕 就是为了这位 在外国谋生的男丁娶老婆 十八岁的少女 许配给了人家 本来是件很开心的事 但是等了一年又一年 丈夫依旧秒无音讯 等了十年之后 两家唯有用古老的礼法拜堂 那些呢 就是素的 就是放在那儿的 哦 那你成亲的那一天 是不是就穿这样的裙子 是啊 就穿这种裙 可是没这么红啊 我穿的是那种红啊 哦 那那个时候 你有没有戴上这些凤宽侠片 有 我就戴在头上这儿呢 那那个时候 是什么人帮你揭开 嗯 反正 反正有人送价 也专门弄的人嘛 那个时候 你先生不是不在吗 我知道啊 可是他不在 还是有人 都一样嘛 那没有新郎 你跟什么人拜堂啊 嗯 就会有人 有人走过来 然后带着我 跪在那拜堂啊 拿着什么样的东西吗 就会拿着一个盒子 乘着一套男人的衣服 然后有个老人 将他戴个盒子 放着一套男人的衣服 跟一顶帽子 就这样就去拜堂啊 结婚是人生大事 所见到的只是丈夫的一套旧衣服 从来不曾见过丈夫的样貌 一切都只是凭空想象 在新婚之夜 陪伴新娘子度过漫漫长夜的 就只有这种对未来缥缈的幻想 你在十八岁那一年经过没人的介绍 取配给你先生之前 你有没有见过你先生的样子 没有 那你二十八岁过门的时候 你的心里会不会觉得害怕 不会怕 那个时候 我唐伯母的女儿 她会来陪我睡啊 那会不会因为你先生不在 所以会觉得不开心呢 根本就不会去想到 什么开不开心的事 盲婚 将女性一生的命运 操纵在别人的手上 对林婶来说 婚姻好像一场赌博 但是从下注到街中 她自己都没有参与过 从前的那种叫盲婚 都是由父母做主 不允许由自己做主的 连她多高多胖多瘦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 就算是掰脚的都不知道 瞎的也不知道 所以说是盲婚盲婚 等的人在家乡 被等的人在他乡 分隔半个世纪 相隔几千万里 两人到底会有多少勤奋呢 你自己一个人住在乡下的时候 会不会想念她 那个时候自己在乡下 就算想她也没用啊 她有没有写信给你呢 还没结婚前呢 对 没结婚前 没结婚之前就没有 那结婚之后呢 结婚之后就有了 新的内容都写些什么呢 没什么特别的 就是寄点钱回来嘛 收到回信就是这样啊 打仗的时候呢 有很多人去跑船 大家做工的时候呢 我记得当时有一个老婆婆 她不去田里面做工 就坐在家里等 还顺便看着那些孩子 然后呢 有事就到田头上就喊名字 说今天有什么人 什么人的信啊 还有几个人有信要收啊 就这样跟我们说 哎 那我们收不到信的呢 自己一个人蹲在旁边哭 都没人知道 那段时间的日子啊 真的过得很惨啊 既能相见亦白头 十八岁的新娘子 到同经共产之日 已经是六十五岁的老人家 为何林书会这么薄情 大半个世纪以来 一直没接林沈来荷兰团聚呢 她那个时候没有接我过来 我呢就自己坐在家里 她说是因为那边当时 没有中国女人 然后中国女人很少 她回来的时候呢 我就说要跟她过去那儿 她说荷兰那儿呢 没有中国女人 你又不会买东西 又不会付钱 我一大清早就要出去做工 要做得很晚回来 让你一个人待在家里 那你一定会很寂寞啊 于是就在家里面一年一年的等啊 在等待的几十年间 男的继续在他方谋生 女的在家乡待嫁 苦等半个世纪 终于在晚年 让她等到移民去荷兰 和丈夫的缓聚 漫长的等待 是否真的值得呢 原来爱情可以是传奇 命运弄人 到底是他们早了半个世纪结婚 还是迟了半个世纪团聚呢 林沈来到荷兰 只是赶上照顾比自己大四岁 年老又多病的林叔 他们的短暂又长久的爱情故事 刚开始已经到尾声 我刚来的时候 他买了件大衣给我 就是精灵那种 放林董 买了双靴子 就是有毛那种 他是很关心的 是 还有一顶帽子 但是你见到他的时候 会不会觉得 他是一个很陌生的人 以前我那个时代的人 没有像现在 这些年轻人 那么样的恩爱 夫妻俩呢 不打架又不吵架 就算是不错的了 秦一代年轻人比较恩爱 你觉得他对你怎么样 也没什么特别的 还不就跟一般一样 蛮普通的 我自己一个人 有的时候没事 上街就想去买点东西 他一看到我上街买东西 就塞钱给我 就是这样 没什么好说的 平淡的感情生活 他们已经很满足 唯一的汉事 就是夫妻相聚的太迟 使得膝下有序 那个时候年纪很大了 根本呢 就不会去想到 男人老了 都可以生孩子 女人年纪一过 就什么都没了 女人年纪大就不行了 想都想不到啊 她临去室的时候 看着我流下两行泪 看着我就流泪了 当时我站在她床边上 她拍一拍 叫我坐下来 不要站着 也算是个有心人啊 半个世纪的等待 换来十五年的相聚 八年前林叔去世 林沈就在他乡 继续她孤单终老的日子 她去世之后 你怎么样适应这里的生活 听不懂呢 我就找人帮我 买东西的时候 我想拿什么 我就拿什么 拿够了之后呢 就让店员他们算账 该算多少钱 就付多少钱 我自己又听不懂 而且我也不会说荷兰话 自己也不会算多少钱 又听不懂 那如果说自己想买多少东西呢 我就给他一张五块钱的纸币 让他去找零钱 这是随便他找多少钱 随便让他们找了 如果你生病怎么办 生病的话再说吧 现在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反正传到桥头自然直啊 怕不怕迷路呢 在这儿啊 我不会怕迷路 只要你有个地址 然后有本地人写个地址给我就行 美儿美女 无亲无故 在他乡 林沈唯有寄情老来所交的朋友和信仰 看着天真活泼的小朋友聊作未接 由于林沈没跟林叔正式拜过堂 古老规矩只算是半路七 即使丈夫去世当天 她也不能够送最后一程 不过漫长的等待总会有完结的一天 林沈为丈夫买了一个合葬的墓地 将来自己百年归老之日 还是都可以永久常伴在丈夫的身边 你在这儿住得很舒服 嗯 开心就好 但是呢 帮帮忙 保佑让我身体健康啊 下次再来看你 我走了 再见啊 长久以来 荷兰都是流浪者的天堂 事实上天堂原本是可以充满黄 堵堵的沉沦之地 上一代来到的人 不少人在当中迷失了 但是新一代的人 依然被他美丽的外衣所吸引着 还一批接着一批的选择要来 然而在苦无途径之下 唯有冒险偷渡 今年从内地偷渡过去的人 有增无减 阿国是其中之一 他在1998年从福建偷渡来荷兰 虽然只能过着不见天日的日子 做最卑微的工作 但是他都无怨无悔 他认为这样才是一条出路 怎样辛苦 怎样危险 都是值得的 很辛苦啊 有得爬山啊 是怎么样的 怎么样啊 爬山又跑了呢 爬了那个几个小时了 七八个小时了 我想回去干什么 就在这里干几年回家了 那你会不会叫你的孩子出来 会了 我在等那个 在等几年呢 那个叫我孩子做出来了 那就可以了 我就跑回家了 出来的危险也没办法了 都是那个抗用气了 好的话 有的那个 好的话 他用气好的话 一个又两个又就跑过来了 他用气不好的话 那几个又一年都一个了 很多人远走他乡 特别是冒着生命危险而走的 背后的动力 每每都是想追寻理想 追寻更好的生活 偷渡来的也不例外 但是在纸醉金迷 处处诱惑的西欧国家荷兰 他乡的故事 往往会是 另一个不能自拔的故事 我们在这里 见到有人排队领取合法的毒品 也见到三部一楼 四部一格的流英 兜售他们的肉体 至于赌 就更加调节中国人的劣根性 因为他乡的孤寂 往往成为他们最好的借口 老虎机场也赌了很大 有的一天也赌了几千块钱 他也都有了 平常有机场回家吗 现在都没有机场 你有机场回家 现在都没有机场 为什么呢 在这里我们随时随地都见到中国人 张瑶是其中一个 他和阿国不同 不是偷渡来的 他是在二十六年前 由香港新界移民荷兰的其中一个 不过和阿国相同的是 在年轻时都受过诱惑 因为阿姆斯特丹在荷兰 是一个性关系非常开放的红灯区 对当时我那么年轻的我来说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诱惑 想不要被他所诱惑 不要陷进去 对我而言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我想是这样子的 在一个发达的国家 在一个这么多中国人寄居的国家 身为异乡客的中国人 自然少了一份失落感 因为这里有强大的中国人社群 不过他们要面对的是另一个问题 是下一代对祖国认同的问题 自由开放的空气 使这里的文化融合得太好 就像张瑶的儿子 有时都弄不清楚 自己究竟是什么人 你觉得自己是香港人吗 不是 不是香港人 不是 觉得自己是荷兰人吗 也不是 两样都不是 不是 那你觉得自己的身份是什么呢 中国人 为了加强下一代对中国文化的认同 他特别向两个儿子灌输有关中国的知识 原本只是一个普通新移民的他 更珍藏了第一本中文核文字典 有人说 离家越远 心越近 张瑶的故事告诉我们 在他乡越久 对家乡的一切就越执着 当时我在香港对于中国文化 并没有特别去做一些比较深入的认识 或者是特别的爱好 在这一方面 反而到了荷兰之后 自己接触了比较多的中国文化 这之后就渐渐地爱上了中国文化了 一个被诅咒的美丽国家 哥伦比亚 有全世界最经营的绿宝石 最漂亮的男女 但同样的充满血腥暴力 游击队毒品肆虐全国 在充满危机的国度 中国人过的是冒险生活 这几个中国人 危机和毒品 间接让他们飞黄腾达 复杂的男女关系 让他拥有三段婚姻 好赌的他 他乡结局是孤独无一 这个赌场老板 不好赌 也不希望同胞赌 但偏偏赌 却令他致富 请收看下一集 血腥读国的冒险人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